米奇沃克斯TV show hello大家好 我是米奇沃克斯 欢迎来到米哥的吃频道 什么叫吃频道 吃就是吃喝拉萨的吃 今天有幸拿到了很多零食 零食从哪里来呢 昨天我在开车经过一家美食店的时候 我问老板老板 在这边吃东西你看中餐 各种零食真的非常少 那能不能吃点好玩的 比如说我想吃点中国特色 他说OK 这这么多 今天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321走 麻花街 对不起不是麻花街 是18件麻花叫做贵发祥 这个号称是中国山西 中国天津特产 我记得在老老以前我上班的时候 就有一个同事从天津来 然后他一上班就跟我说 去你的阿姨 我说你哪来的他说天津呢 我说你在天津上去干嘛他说是 我说你老家哪呢 他说说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于是乎呢 但是那个人特别会来的时候 来了我们单位之后 我们单位有7个同事 然后他就进到哪里乡 麻花给我们一发 这关系不错 然后后来瞬间把那个关系搞得特别好 后来我们打算就经常笑他 于是乎呢 我后来还是 虽然过了七八年 但是我还是对这个麻花还是恋恋不舍 这是一种叫石解 一种叫山楂 辣椒 椒 椒盐 我就说这个比较辣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 所以我从椒盐开始吃 但是我一看这个包装感觉这个 有一点有点碎 所以我要准备一个盘子 然后放在上面吃 OK 撕开了 感觉就那样 虽然说它是椒盐 但是吃起来的感觉呢 没什么椒盐的味道 反正比较甜 稀碎 稀碎 嗯 嗯 不错不错 天真不错 这个东西越吃越饱 所以我决定下次拍这个吃吃节目的时候 拍摄前一定不会吃午饭的 好渴 怎么样速度非常快 吃搞定了 当然还有两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吃的 我觉得呢先留下来明天吃 没有吃 好不好 就是大家问这个多少钱一个 我在这边买的时候价格呢是因为 大概人民币七八块 七八块一个麻花你觉得值吗 整体吃起来呢感觉比较酥 比较脆 因为至于刚才只尝了一个口味 山楂的山楂口味啊 麻花有山楂口味 甜咸酸放在一起的感觉 会是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 具体的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聊了 好了欢迎收看我的这个试吃节目 然后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同一个视频 我们继续吃下一个产品 下一个产品是什么呢 下一个产品就是每次去一个饭店吃饭的时候 总是会送的东西 下期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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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